20週年再見囉 真的再次相見了 Energy第一代成員 牛奶 透露 阿滴 昆達以及書尾 會為5年又再度同框 昆達也在A局感動表示 沒有想過會再有合體的聚會 謝謝乃哥的召集 讓5個都40多歲的人 都回到了20年前 找的是人生 在乎的是彼此的身體健康 讓大批好友與粉絲 都直呼好懷念 這也讓大家想起 上一次慶祝15週年的直播 也是讓大家跟著一起陷入回憶 大家好 我是Energy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昆達 哈囉大家好 我是牛奶 大家好 我是維文 我是Holo 大家好 我是阿滴 大家好 大家好 掰掰 太快了吧 人生有幾個15年 是不是 那 很榮幸 也很開心 就是可以跟這幾年好兄弟一起度過 人生 一半耶 我們30幾而已 15年耶 回回15週年大家的那個 就是感想 沒有就是 本來上次我們有一個聚會 然後說 什麼15週年要開始唱完 就現在 就現在 來給大家看 請相信我願意 陪著你 陪著你的 陪著你 陪著你 medium 從在裡面 接上一刻 讓出口氣 卻這份美麗藏在心眼 果然是Energy 失利於魅力 一點也沒啥 除了第一代 第二代成員也曾在2018年 昆大與柯佳葉的婚禮上 事蹟大合體 大跳放手 讓全場嗨到最高點 有這一段 前面是這個嗎 大家會唱一句唱 拜託一下 其實知道達哥要結婚這件事真的蠻 內心蠻激動的 感觸蠻多 就是看到達哥從今天的雨時期對我照顧 甚至之前都是我不會抓頭髮 然後達哥幫我弄 所以我今天想預約達哥抓頭髮 哇 沒有 沒有沒有 你好大的膽子 非常地感動 就是達哥就是定下來 然後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然後就送上所有的祝福 只要達哥跟謝深深跟謝太太 永遠的好永遠的開心 這樣是最重要的 決定要辦這場婚宴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今天會是 所有神明會集合的一天 對因為我其實一直蠻想做這件事情 想說藉由結婚這個理由 然後把大家聚在一起 對 然後但是呢就是 其實牛奶跟Toro一開始也都答應我 可能會來 對 但是到後來也是 臨時說他們有工作 對 但是他們還是有獻上 我們神聖的祝福 那今天這樣子四位也算是 為合體 不管是哪一代成員 感情都一樣好 隨著他們一次次的合體 也讓粉絲們回想起 Energy在當年掀起的一陣風潮 手把衝進來以後 不再讓你心不活 團員以及鮮明的個人特色 俊俏的外表以及精湛的武藝 一出道及締造了自己的神話 雖然在網路上批評Energy 抄襲韓國團體神話的言論甚囂成上 但這也讓Energy的聲勢是被越吵越高 而Energy終於在2002年7月12號 正式發行首張專輯Come On 自此以後有Energy出現的場合 必定有Fans的尖叫聲 我和你 總會有同一個表情 心中不決定 沒有誰比我們更肯定 我的嘴硬會像天黑一樣生熟嗎 就算思念舊的可以 也別丟掉它 對不起大家 我不小心又哭了 好多人 好多人 謝謝你們 千萬要感謝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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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你們才讓大家有如此熱血的童年 祝福Energy的成員 繼續保持健康 期待下一次的相見 完全娛樂綜合報導